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妍 我求求你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坏哪 我少有八十岁的老母 这么不经吓唬啊 两句话就吓晕了 是我打的 你这个女子是谁啊 我正在这儿教训孙子呢 你凭什么把她打晕了 喜来了 你真疯了 我这是救你命呢 你竟然还骂我 我在这儿好好的 干吗要你救我呀 不跟你啰嗦了 跟我走 上哪儿去 救命 救命 有人 有人非礼啦 你敢打我 哪还打 不打你 你还不认识孤男的我是谁 不可理喻 过来 过来 你听我说啊 我的姑奶奶 我得留在这儿 不能出去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是太后老佛爷的旨意 把我关到这儿的 我要是逃走了 那就成了朝廷通缉的重犯 不管我喜来了掉脑袋 咱们全家都得跟着遭殃啊 那就远走高飞 永远不再回来 咱们可以躲得远远的 可被十五雷抓起来的那些老百姓 谁帮他们出头 被十五雷害死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的元仇谁给他们报啊 那施道台他关了那么多人 我一个人我怎么去救啊 只要我留下来就有法子救他们呀 你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你还救别人 我救不了可有人能救啊 谁呀 皇上啊 我估摸着呀 他们今天晚上就得要我的命 绝不会让我活到天亮 你赶紧地告诉皇上 就说喜来是被关在这儿了 请皇上来救 千万别错过三更天哪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千万千万哪 走啦 走了 起来起来 起来呀 起来 你正在当职 你不怕掉脑袋吗 是是是 小人之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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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喝多了吧你 起来了 今儿晚上 我是来见你最后一面 小人之醉 跟你倒个别的 喜来乐 你就别装了 咱们都是行医之人 你到底疯还是没疯 我还不知道吗 姓秦的呀 你既然知道我没疯 却在太后老佛爷面前说我 疯得不可救药 你真是犯了欺君之罪啊 那可怪不得我呀 这装疯之人 可是喜来乐你自己呀 这人哪 早晚都得一死 我劝你还是想开点吧 咱们毕竟都是同行 我今天来就是送你最后一程的 醒来了 今儿晚上我来啊 还有一件事 就是想跟你要要方子 啊 喜来乐你是一肚子的偏方 你要是就这么死了 把她带到棺材里去 那不可惜吗 喜来乐 我实话告诉你吧 太后已经发了一旨 今天晚上就要清理 所有得了疯病的人 你还不如做点好事积点德 你把方子写下来交给我 有我给你传下去 咱们可都是做了大半辈子郎中的人 那要方子传不下去 你不心疼吗 你要是一臂眼死了 把她带到棺材里去 那才是真正的作孽哟 你不心疼吗 你要是一臂眼死了 喜来乐 我就提醒你吧 你的家人还在这里 如果他们发生了点什么事 那可怨不得我 你可真够狠毒啊 行亲的呀 无毒不胀死 拿支笔来 好 痛快 快 快写吧 来 到底是聪明啊 别在这儿看 要看回家去看 看不明白 倒过来看 多看两遍 来 请 请 皇上 我派去打谈消息的人说 所有被关在西安府衙的人 今晚全都被转移了 这明天一大早啊 太后就要回西安了 以后再想去找证据 真的是难上加难啊 还有喜来乐被关在哪儿 找到没有啊 还没有查到他关在何处 真是凶多吉少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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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吃个断头饭 也用不着歌 四个来伺伙我一个人啊 是施大人来了 喜来了呀 这离死之前 也不能让你当饿死鬼呀 怎么样 这顿饭还满意吧 这叫什么饭哪 也就是个凑合 我想吃我夫人做的铁侄子头 你又不给我呀 喜来了呀 死到临头了 你还挑肥减瘦呢 那以前不挑剔 死到临头了 才得挑剔挑剔呀 那也不枉人世上走这么一遭啊 好好好 喜来略啊 都说你是神医 你没想到自己就这么死了吧 人生在世 或早或晚 那必有意思 只是个早晚的事 怎么着 实在是活够了 今儿晚上咱们一块上路 免了 我呀就送送你吧 来啊 来 把喜来乐给我调上去 是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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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儿几个慢点 咱们喜来乐 你害怕啦 不是怕 我是替施大人您着想啊 你什么意思啊 不知 我学徒那会儿啊 我师父就告诉过我 说这人哪 最怕前半叶吊死 那他的魂就啄不了地 变成了孤魂野鬼 四处飘荡 会死死地缠着你 若想没事了 就得三更天才能动手 就像砍脑袋 要等到五十一样 要不然 后果自负 你 你 你说的是真的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哪 你们都给我听着 三惊天一道 立刻动手 吊死起来乐 是 小松哥 你是什么人 皇上 是我 是你啊 怎么你又陪朕下棋来了 那不是 竖子 鐘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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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呀 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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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开呀 开呀 开 开 开呀 开呀 快点 快点 开 快呀 开呀 掏钱 掏钱 把钱拿过来 拿过来掏钱 你说你一个要死的人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兄弟 兄弟 这玩啥都得有规矩 玩牌有玩牌的规矩 你要是不遵守规矩 那有什么意思吧 我输了我交钱 你输了你拿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呀 我杀过百十号人 还没见过你这样的 那今儿就教你见识见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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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他们下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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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下去 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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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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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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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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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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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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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行了 该动手了 走 走 哥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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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要着急 咱们再玩一会儿吧 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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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们儿 哥们儿 哥们儿 再玩一会儿 我把钱全给你们尝不尝 我不要了 我什么钱都不要了 我我我我 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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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害怕 我害怕 哥们 送给你们 我钱不要了 全给你们 哥们 哥们 我害怕 我走之前 能不能给我酒喝呀 酒 等着 快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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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拉死了 这酒太死了 拉死我 拉死我了 太死了这酒 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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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好酒 最后一次了嘛 换好酒 给我点好酒喝呀 好酒啊 你去阎王爷那儿让碗 山娇 山娇 你晚了一会儿 我就没命了 山娇 快救我 撑住 走 别别别别别 别碰瞪子 别碰瞪子 对儿 跪在这儿 太急了 下来 快 这儿 走 我 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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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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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咱俩可拜堂成过亲了 我可一心想当你的媳妇 你谁能丢下我走了吗 醒来了 妈 怎么了 吓我一跳 你没死啊 没死 那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我说 说 说什么了 你说我说什么了 想起来了 醒来了 你可不能死啊 你死了我怎么办哪 我还等着做你的媳妇呢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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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喜来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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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 他 想走 走 给我围起来 起来了呀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来啊 把这个疯子给我抓起来 走 慢着 别敢 是我来 皇上正在赶来的路上 你要是知好歹的话 赶快跪下来求饶 还能饶你一命 喜来乐 你就别白费口舌了 这就是我的地盘 皇上来了能怎么着 我杀的是疯子 我是奉了太后的旨意 来啊 是 把这个疯子给我砍喽 等等 皇上下到 还不给我跪下 皇上驾到 还不给我跪下 还不给我跪下 喜来乐 在 朕来的还算及时吧 皇上 您来得太及时了 把这个失误来 给朕押回去 朕 皇上 这可是太后的旨意啊 快走 皇上 皇上 起来吧 皇上 我是冤枉的 皇上 看不明白 倒过来看 多看两遍 五龟 王八蛋 世秦太一 好啊 喜来乐 你死去吧 别杀我 别杀我 我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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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我 我认罪 我认罪 我认罪啊 我认罪啊 别杀我 我认罪啊 是我 我是田奎 田大人哪 你赶紧救救我吧 你赶紧跟太后老佛爷说一说 我 我事无来是忠臣 是效忠太后的忠臣哪 晚了 说什么都晚了 田大人哪 在这个时候 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可是给了您好处的呀 正因为你给了我好处 所以你必须得死 那我要面见皇上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看你给吓得了 我告诉你 我来就是给你纸条活路 什么活路啊 那得看你自己了 你要是装得不好 不像 那你的面还保不住 你让我装什么呀 装疯 装一个疯倒台 你得让太后和皇上觉得 都是因为你这个疯子 才把那些老百姓 给错抓进去的 你让我装疯 把罪名都顶了下来 那可是你的主意呀 田大人 是我的主意呀 可这罪过你得顶 我得救你 你就不想想 你那一家老小啊 你这儿 好好装 卖靶子力气 我就能把你这条命 给救回来 我装 我装疯 罢罢罢罢罢罢 罢罢罢 来 宝贝 不怕不怕 启禀太后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师道台才是真正的疯子 那些老百姓是被他这种疯狂 折磨得不堪忍受 被逼无奈才聚众到此 来告欲状的 太后老佛爷 昨天失误来 她还好好的 今天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觉得其中有诈啊 太后有所不知 这个病呢 应该是有很大的隐蔽性 平常看着跟正常人一样 一旦发作 那就不可收拾了 昨天晚上她肯定是受了刺激 这人废了 太后 我对这个疯子的病史做了调查 她确实是家族遗传 无可要医啊 喜莱乐 你怎么看 回皇上 太后老佛爷 要看十五来 她是真疯还是假疯 好 就看看她 肯不肯吃那些个狗屎 粉蜂 rings 就jak 발 哎 碰起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 啊 嘿嘿嘿 hecho 好香好香 把他关起来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皇阿玛 儿臣以为此时还有诸多疑点 需要继续查证下去 不必查了 你瞧瞧 都查成什么样子了 好好的一个佛门圣地 被你们左一个疯子 右一个疯子 弄得乱七八糟 我就看不出 到底能查出什么来 听我的 这个案子 到此结束 往后 谁也不要提起 一提起这个人 我就觉得恶心 话嘛 儿臣 即刻起驾 回西安 遵旨 你孟庆河怎么跑到西安来了 听说你在京城跟洋人混得不错 还发了一笔洋财 这蛤蟆有多大泡尿 您李总管一打眼就瞅出来了 我可是赶着十几辆马车到西安的 太后老伯爷 可是最恨那些跟养鬼子亲近的人 李总管 您过目 您过目 得 瞧出来了 你还是有孝心的 我就信你这一回吧 小的还给太后老佛爷准备了点礼物 烦请李总管代为引荐 嗯 这么着吧 明天 我带你去拜见太后老佛爷 谢李总管 他孟庆河竟发洋人的财了 是这么档子事吗 回太后老佛爷 他孟庆河是发了一笔洋财报价 可他说是为了老佛爷发的洋财 为哀家发的洋财 这话说得可有意思了 洋鬼子在中国靠明抢发财 可他孟庆河跟洋鬼子做生意 靠坑蒙发财 还算是个人物 这不 他赶了十几辆马车到西安来 带了许多宝贝 要献给太后老佛爷 是吗 嗯 他还有这份孝心 那好啊 见见 他人呢 在外面候着呢 让他进来 喳 草民叩见太后老佛爷 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老佛爷 你打京城里来 京城的情形怎么样啊 回老佛爷 那些个洋人 推不是东西啊 这京城的老百姓啊 可都盼着您和皇上 早点回去呢 我就是不愿意伺候那些洋人 这才千里迢迢来的西安呢 忠心可嘉 啊 朝廷里啊 要多些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 小人不敢 小人就是个平头老百姓 哪能跟朝廷里的大人们比啊 只要你忠心对朝廷 朝廷不会亏待你的 谢太后老佛爷 小人为了老佛爷 愿意肝脑涂地 敷躺蹈火 下去吧 是 孟清河啊 跑到西安来了 是 这个混蛋 居然到西安来了 来得正好 我正想找他呢 走 咱们一起去把他抓下来 慢点 王爷 担着我干什么 王爷 孟清河到西安来 已经走通了 李莲英的关系 又通过李莲英 见到了太后老佛爷 还送去了十几车的礼 王爷 咱宁可得罪君子 不能得罪小人哪 我怕得罪了奸细 我先把他杀了 来个奸展厚搜 使不得王爷 使不得 谁都知道孟清河 是个吃洋饭的 他到西安来 是要掉脑袋的 可他偏来了 这不像他孟清河的做牌啊 这孟清河到西安来干什么 你琢磨琢磨 他在洋人那儿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上这儿来 送哪门子礼啊 那就是洋人在京城待不长了 孟清河到西安来 是来找后路来了 没错 一定是这样 我看用不了多久 洋人一定会放出义和的消息来 到时候皇上就可以回京城了 喜来乐 在 你常有机会见到太后 有一件事情 你可得帮我办了 请王爷吩咐 你要想法子劝太后 让她一样天年归正给皇上 王爷 你太高看我喜来乐了 在太后老佛爷的眼里头 我就是一个郎主 这话我只要一张口 保准脑袋立马搬家 谁让你明说了 我是让你暗示 那 那我怎么暗示啊 喜来乐 在 你这给哀家送的是什么呀 那是小明给太后老佛爷配制的 长生汤 长生汤 正是 明儿起得不错 可这人世间哪有长生不老的药啊 回太后老佛爷 人有生老病死是天道使然 人不可能长生 按医家看来 长寿是可以做到的 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 喝了你的汤就能长寿 太后老佛爷 恕我直言 这药啊 他也就是补个人的外在 人要想长寿 那还就得心情舒畅 清心寡欲呀 清心寡欲 喜郎中 在 你清心寡欲吗 说 说实话 小明还是有点欲求的 那说说看 你有什么欲求啊 回太后老佛爷 小明每天都盼着天下太平 天天盼着老百姓有饭吃有遗传 盼着太后老佛爷 天天高高兴兴的 不用再去批奏章 不去受那些洋人的气 好好的遗养天年 喜郎中 在 你这话里 藏着话呢吧 回太后老佛爷 小明不敢 量你也不敢 老佛爷 请用长生汤 起来了 你看哀家这块玉怎么样啊 太后老佛爷 恕我直言啊 这玉可是个不祥之物啊 不 大胆 这是太后看重的东西 你居然敢胡说 小李子 让她说 太后老佛爷呀 我是个粗人 没读过几本书 可我知道圣人的教诲 对 这块玉上的鱼与熊 说的是孟子的鱼与熊掌 不可兼得的故事 那圣人都说不可兼得 是这块玉的人 非要跟圣人拧帮着 别扭着 这他就是不祥啊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 还不可兼得 那是说的凡人 太后老佛爷是凡人吗 兼得 兼得二字用在旁人身上 那自然是僭月 可是用在太后老佛爷身上 那正是恰如其分 喜来乐 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 太后老佛爷呀 这个大道理我不懂 我是个郎中 只懂得瞧病 这一道上讲究个阴阳调和 这人身体病了 那是阴阳不调所致 依我看这理儿是一样的 这人生在世 有舍就有德 有德就有舍 有德不舍 那是阳胜 阳胜了那就得滋阴 就得有所舍 这样人才不至于得病啊 什么得呀舍的 喜来乐 你别拿土郎中那套乱七八糟的话 糊弄太后 李总管 这是一礼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呢 你 别争了 喜来乐 在 下去吧 小李子 把长城汤给我 这 启离太后 有几位大人在外面候着求见 说有要事禀报 auf 你 哪儿 好 李子